黄金100秒 全名乐猜 手机摇一摇 猜选手成半 迎金豆兑换抽奖机会 清洗连连 幸运不断 耳环 戒指 项链黄金饰片一波波来 年终年末 还用清洗大奖等你来拿 你也可以金豆攒攒攒 总共客数 直接兑换黄金饰片 每周五晚上7点半 CCTV3黄金100秒 我们不见不散 你最爱吃哪一道中国菜 什么馅儿的 二 三 三 我叫四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维高峰 也是一名货车司机 QQ号多少 一张嘴 杨帆就能知道人家唱的什么 确实是 到哪儿对养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咳咳 换咳 嘴 噓 天呃 法 牽 我 好 金光闪闪亮 闪亮 梦想闪闪亮 闪闪亮 金光闪闪亮 我要向他闪亮 黄金大舞台有料你就来 十金子 总会发光 挑战全国局限 欢迎收看由孟俊元独家冠名的 黄金100秒 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黄金观众 欢迎大家 你让我们送上掌声提前预祝今天 登台挑战的各位选手挑战成功 我们将各自推荐四组黄金选手 挑战我们的舞台 我要请他们登台之前 要给我们的全国观众介绍一下 无桥杂技学校培养了很多优秀的 中国杂技的表演者选手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无桥杂技学校 还肩负了我国唯一一项文化杂技类的 原外项目 这个项目是从2002年开始的 到今天已经有来自23个国家的 386名留学生 来到无桥学中国杂技 我们即将要登台的 这五位来自肯尼亚的兄弟 就是最新一批来无桥 学习我们中国杂技的留学生 来掌声有请肯尼亚五兄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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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位应该是老师对吧 来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河北无桥杂技艺术学校的 范逸老师 穆红源 欢迎您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河北无桥杂技艺术学校的 专专专专业老师刘春红老师 刘老师 每个人先用中文的可以自我介绍吗 可以的 大家好 我叫巴特克 我来自肯尼亚 大家好 我叫David 我来自肯尼亚 大家好 我叫David 我来自肯尼亚 大家好 我叫Samin 我来自肯尼亚 大家好 我叫Lucas 我来自肯尼亚 大家好 我叫Isaac 我来自肯尼亚 我的中文名字叫李伟 李伟 你最爱吃哪一道中国菜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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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很适合杂技表演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忽略一点 这个非洲兄弟 你看在体育方面有极高的天赋 他们是不是很适合这个杂技这个项目 要根据他们的本人素质选节目的 比如说哪些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就比较有优势 像他们就是属于有力量的 明白了 就是顶纲 顶纲是女孩子 从02年开始一共有16批外国留学生 他们是最新的一批吗 对 他们是第16批 第16批 他们通常学杂技在中国会学多长时间 一年 我们的培训期项目 就是每一次都是一年的培训期 其实肯尼亚五兄弟去年六月份来中国 那应该很快就要毕业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基本上要按照 他们将来登台表演的那个要求 艺术水准来评判他们接下来的表演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的 我们要不然先热热身可以吗 可以的 谢谢 来自肯尼亚的五位小伙 这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文化杂技类的园外项目 这不到一年就能学会吗 他们很快就会回到肯尼亚 向他们的本国的观众展示中国的 优秀的杂技 我有没有老师 这学不到一年就达到这样的水平 就是没学之前他们是什么样的 一点点吧 会一点 也会一点点 是吧 但是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是让他们更系统的 对 因为他们练功非常刻苦 别着急杨范 这只是热身 接下来主舞台 那是他们真正的汇报演出 来吧 我相信除了准备你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的口号 你们应该也练了很久了 是新金子总会发光 观众朋友在看节目的同时 还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 进入专属小程序 竞猜选手的成败 累积金斗数值 有机会赢去黄金大奖 记得一定要收藏黄金100秒 互动竞猜的小程序哦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下车跟内部 美丽的小程序 比如说 如果听闻了 周语单听后 高中的将bbe 我们通过来 和孩子 但是我进来 没有威法 我让你拉着 你再购二 我让你掙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挑战成功 非常棒 确实有与众不同的感觉 这里面有中国的基因有元素 但是依然有非洲的个性 没错 有你们的热情 没错 当然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五位兄弟 通过你们的表演 赢得了现场 什么样的支持票数 一起来看一下 147票 谢谢 来 孟静媛的项链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祝贺 孟静媛 黄金100秒 挑战纯度极限 本节目奖品是由孟静媛独家提供 欢迎您继续收看黄金100秒 接下来这位选手 我给她起的名字叫跑女 她真的很能跑 她七年跑了120万公里 120万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绕地球三十拳 她跑过来了 来 掌声有请李兴 你看 脚健的腿型 腿都跑细了 对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李兴 今年27岁 李兴 先不说 先不说你是做什么的 数据是对的对吧 七年 120万公里 对 好 杨帆 猜猜她的职业 那还有什么 职业运动员 马拉松 不是 铁人三项 你数学能不能好一点 如果靠腿跑 七年真跑不到120万公里 她肯定是借助 空姐 飞了120万公里 这也合理 对吧 最省劲 来 李兴来介绍你的主意 等等 跟她的小腿比起来 她健硕的戈壁 莫菲您是什么运动员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了吧 我是货车司机 货车司机 货车司机 货车司机啊 最重你拉多少那个车是 我们连车带货最重能拉到49栋 哇 就是那个大卡车 拉着物流吗 物流吗 对 我们车长是21米 然后车重能装49栋 我说这这么瘦小的姑娘 坐到那个里面 是她开车 她不拉车好不好 是 现在货车也是带车 不是意思 她就是在那个大车里面开车 看起来也不协调啊 我明白 能斗得着那个油门吗 她坐进去感觉 我们远处看上去无人驾驶 对啊 而且关键是啊 她不仅是跑了那么多公里 首先要安全驾驶啊 而且还跑过川藏线呢 对 有一次我跟我老公 跑川藏线 五天六夜 我老公高原反应嘛 我自己开了三天 真的想象不出来啊 那个货车长21米 最重的时候将近50吨对吧 对 那你是跑什么线路的呢 我们是全国跑 因为我们在跑车途中 因为也想看一看各地的风景 所以说哪个地方都跑的那种 而且有意思啊 刚才提到老公了 老公都是开货车 给顺便给烧回来的 对 对 搭回来的 真的 真的 她是搭车啊 就是搭车之恩 无以为报 我只能以身相许了 是谁搭谁车啊这是 我搭我老公的嘛 你搭她的车是吧 对啊 这个恩我没办法报嘛 你给讲讲 你给我讲讲 那个浪漫的那个点呢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妈去转亲家 就那个时候你还不是货车司机呢 对 不是 那时候是我们县城特别小嘛 其实只要口音听着一样 差不多都是感觉也没有坏人的那种 你来自哪里 甘肃天水武山县 所以你一听乡音就是家乡人对吧 对嘛 然后老远过来 也没车了大晚上的 然后我就 我说随便一拦吧 我妈说行吧 反正在这小道上也没坏人 然后就拦了 拦了就她开着货车过来了嘛 然后还拉着货 我就一难 难了之后她就说 我要走的时候 她就说要不加个QQ吧 我说加QQ就加QQ吧 对吧 人家已经在我们一城了 也不要钱 我说那就加一个 然后后来就聊着聊着 就给报恩了 今天 学会了 这个幸福的男人来了 掌声有请李鑫的先生 多幸福的一家人哪 欢迎你 来 把先生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小华林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韦高芬 也是一银货车司机 QQ号多少 姐姐先介绍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韦子涵 今年几岁 今年 今年六岁了 六岁了 你是你弟弟 我叫韦子涵 今年四岁 你知道这是什么节目吗 不知道 何必要自取欺辱呢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好 我的问题回来了 女孩不看 人家小男孩没准看我的节目 你知道 叫什么 叫李叔叔 你看这样子 多亲切 大脸叔叔 亲爱的叔叔 送你四个字 自取其入 你们俩是一样的职业 对不对 对 但是确实我们知道 其实跑长途获遇很辛苦 我们好像还有一段视频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对夫妻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来看大屏幕 完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 对 这就是我们的货车上 我们吃住一般都是在货车上 所以除了工作 其实可以生活在这个车上 对吧 对 我们本来就是出车之后 吃住一般都是在车上 那你们要是出去的话 因为跑的都是长途 宝宝怎么办 我婆婆带 其实有时候想着 欠孩子也挺多的 所以说 我就想着 等孩子稍微大一点 我们可能就不会跑那么远 就跑短途 跑家门口那种 赚钱最重要 还是陪家人也重要 对 我其实想说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很有趣 很温馨 其实长途很辛苦的 就好像有一次 你们走川藏县那一次 对不对 走川藏县那次 是一次特别远的路 五道梁人家都说是 西藏县的死亡县 没错 五道梁 西藏县的死亡县 然后那次我们还不知道 第一次过去 接了一车西藏火 啥都没准备 就一路上上去了 结果到五道梁 我们俩都有高反 都缺氧 都高反 但是还年轻 我们就艰辛地走下来了 妻子有补充 其实那次我感觉 重属是信用 因为年轻嘛 就是去的时候 也没备什么氧气 抗高原的药 然后结果前一段时间 我们一块的一个 卡友两口子 在那个五道梁睡觉 结果都没了嘛 在车里面睡着 然后在梦中就走了嘛 听说了缺氧 对对对 然后那次之后 我就感觉 确实是后怕 然后想着以后出车 肯定会有充足的准备 所以安全驾驶很重要 对对对 特别是对于你们 这个幸福的小家庭 这还真是这对 年轻夫妇 靠自己的汗水和打拼 这个幸福的家 真的是他们奋斗出来的 没错 那现在在跑长途的时候 都是夫妻俩一起吗 对 你们来替班 对 我们一般正在接 一千到两千公里的路程 然后我们俩患者开 就我们两个开的话 不会那么地枯燥 一路上有说有笑的 有时候路也跑得比较快 感觉反正也不像 不像想象中那么累 而且互相会提醒啊 安全驾驶啊 对 家里有孩子在等着你们回家 对吧 对 尽管他们俩已经在一起 可能跑了一百多万公里了 但是有一个动作 可能你们也不允许 你们在驾驶室里做 给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吧 孩子做分懂事 自觉地把目光转移向了其他的方向 那是你的想法 好 来 一起说说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世心子总会发光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 我的下头门前一阵芬芳 那个永恨的夜晚 十七岁种下 你问我的那个夜晚 我往后的时光 每当有感叹 总想起当天的星光 如何回忆我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这些夜晚 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孟静元 黄金一百秒 挑战纯度极限 本节目奖品是由孟静元 独家提供 欢迎您继续收看 黄金一百秒 接下来我来推荐 我推荐登台的这一组演员 其实如果说这个名字的话 我相信佳明哥并不陌生 因为你曾经和他们并肩作战大概一年的时间 掌声有请相声新势力 欢迎 但是此新势力非彼心势力 对 当年和佳明哥一起合作的这个相声新势力 卢欣玉浩 对 大家很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 那是我们老大哥 那你们俩今天过来 对 我们是一个团伙 对 他们是我们的头目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渊源 为什么不能叫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相声新势力 就是我们是作为相声演员来说 首先年轻的相声演员 就应该说一些新的相声 对 节目内容要新 当然了 然后形势要新 没错 这个心呢 其实你要走行音的话 是心脏的心 你要走心 得用心 对 哦 是这样 那二位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相声新势力的相声演员 我是董娇 我是申方元 谢谢 都很年轻对吧 对 我们都是九两后 看起来那么小 真的很小吗 眼睛 还有外号啊 外号怎么说 一线天 很多的有观众朋友非常喜欢我搭档 是 就是因为我搭档啊 没有演 这是一个深谈之间的演员 我上来我在这梦游了 这是梦游 你确实没有演啊 我怎么没有演 这么多好朋友啊 你看我搭档 怎么了 你睁眼 我是不是睁着呢嘛 你闭眼 闭眼 有区别的朋友们 还说没有 请不要在乎我的颜值 谢谢 今天这个在我们这舞台上 咱不光是斗嘴啊 对 展示出新势力的特色 对 作为青年相声演员 特别是面对新兴观众 肯定要拿出一些新东西 对 据说你们的作品当中 很多是和音乐有关的 是是是是是 对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音乐这方面嘛 其实说到音乐这方面的话 在二位老师面前 二位主持人面前还是有点小屋见大屋了 咱们那个黄金一百秒 这么多期的节目以来 就是 两人听过的歌很多很多 还有个外号 嗯 中华小曲库 对对对 主要是说他 酒养大名 杨帆 中华小曲库 我们上来之前导演一直拉着我说 嗯 说方圆儿你知道吗 这个特别是杨帆 嗯 你这杨帆哥哥特别厉害 别人知道一唱歌 甭说唱了 一张嘴 杨帆就能知道人家唱了什么 哦 确实是 主持这么多年有这样的功力 就这么厉害啊 就这么厉害啊 是 您看我这唱的什么行吗 好 一张嘴我就能听出来 对吧 好 这么厉害是吧 来来来来来 那行那您看我这个什么歌啊 嗯 您说这个什么歌 什么歌不知道 反正看见晚饭了 兄弟这是你的故事啊 哥哥你是不是饿了 你怎么老丢饭饭啊 你得出音啊 对 得出声 你最起码你来点韵律 你这是欺负人了 你知道吗 那你来行不行 我唱俩字啊 对 你简单你来俩字 我很简单这个歌啊 咱们对艺术认真一点好不好 必须得进入状态 我要 什么歌 不会唱了 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那个《我要你》 那里边就有这首歌 对吧 不是 刚滑完 陪在我身旁 您唱的挺好听 我要 他这个眼神很魅惑 冲你 我要你 你那小眼睛能看见什么呀你 什么歌 这歌啊不是《我要你》 您听我再唱两句啊 我要 我要 这铁棒有何用 悟空 那你前面唱得那么柔情了吧 这 这是一个部分啊 对不对 再来再来 我再来一遍 我要 什么歌 这铁棒有何用 什么歌 悟空啊 悟空 这不是悟空啊 这是什么歌 你听我往下唱啊 来来来唱啊 我要 你在我身旁 这又回去了 本来就是这歌啊 完完二位零了哥哥 来来来来 这回我知道怎么说了 我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啊 你说就这俩歌我跟你讲 我要 不是悟空就是我要你 不是这俩歌啊 来就接着唱完 就我唱完呢 唱完啊 我要 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好 掌声就请下一组演员 看出来了 这不是相声新势力 要说到势力 其实我们两个人 还是比较这个势单力薄的 势力单薄了一点 其实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唱歌啊 我们是带了一整支乐队过来的 对对 那咱们给请上来抓紧时间 有请我们的乐队 来来来 的确是象征新势力啊 不断有新的创新 先自我介绍一下行吗 对 这位是那个叫彭晨燕 这个我要重点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弹场歌手 对 他参加过所有观众和我们熟悉的 一些综艺类的节目 所有节目都参加过 很多比赛都参加过 对 但是都被淘汰了 主持人刚刚说的是自我介绍 一句话没话 再见 咱竟然把琴拿上来了 咱们听听 这个音乐修养怎么样啊 来 音乐修养 对 稍后 今天 我们再次讲 好 看 三下 我们再看 得到 明天 对 大 但偏斑我指尽 说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谢谢这位兄弟给我们带来的悟空 悟空啊 我们这叫一生所爱 但是真的是现场版是我听过的 真的是最好听的 那这位什么不拿的更是绝世高人了 现在大家不要动 现在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已经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位朋友啊 名字叫小白 他已经把他所有的道具 已经搬到台上来了 对 全在这儿 比如说现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架子拱 对对 这里还有一个小鼓 这是一个大鼓啊 大鼓 这样 那个老师您敲一下这个大鼓 敲一下 对对对 我给它放回去 好吧 好 不要动 不要动 都不要动 我这边是一个小鼓 杨帆哥 来敲一下 小心一点 这是个魔术表演啊 有那么神奇吗 来 再来一下 有一下没出来 打漏了 这样能不能连 连续敲一下呢 可以 现在把东西都给您搁这儿了啊 这现在是一个架子鼓 对 您现在怎么打都行 您敲一下啊 怎么打都行 随便敲啊 我手动了吗 我手动了吗 你当我不懂这样子鼓 脚先踩 我看过人就打 对 我提醒您下 杨老师 您这么炒菜啊 剩不下多少 知道吗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BBOX BBOX 这是我们陕西BBOX的冠军 对 在全国也非常知名的 这就有意思了 待会儿会是你们四位合作吗 对 我们四个人一起 这我还真是很期待 我想象不出来你们的这个合作形式 对 哇 你们俩就根本没有什么上台的意义 刚才我就说下去了 希望给全国观众带来全新的感觉好不好 好 好 来 四位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今次的 总会发光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在讲故事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还有庙呢 庙里有个老和尚 在讲故事 他讲的什么呢 讲的什么呢 讲的什么呢 讲的什么事啊 老和尚说 说什么呀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刚说一遍了 庙里有个老和尚 老和尚 他在讲故事 讲什么呢 他讲的什么呢 对呀 他讲的什么呢 说什么啊 老和尚说 说什么了 今天我给他说点向上 向上讲究 直接斗唱 说的能够 说的什么呢 说的能够 说的什么呢 拨了拨了拨了 拨了拨了 拨了拨了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又来了 挑战成功 厉害厉害 非常非常有心的编排 说实话这个《向上演员》 在我们100秒舞台上挑战 这是我和嘉明哥 我们认为最精彩的表演 四位兄弟获得的票数是 完了 完了 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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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链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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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的规定 过了150票就没有项链了 对 那我想为啥来钱 火招票能给报一下吗 不给报了 请转身赶快离开我们的现场 请打开大屏幕 凡是支持票数超过150票的选手 将会有机会再次返回黄金舞台 并获得我们的黄金勋章 祝贺各位 谢谢 加油 请记住 项链先顺利 谢谢 谢谢 用机缓 黄金一凡鸟 挑战速度极限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孟静元 独家冠名的黄金一凡鸟 一百秒 接下来有请杨范继续推荐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组合 厉害 因为它们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是一支非常具有潜力的女团 SJJ6组合 来 有请各位 是星光闪闪闪啊 欢迎 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不好 从那边开始 大家好 观众好 两位帅哥 主持人好 其实我们刚才的这个名字 大家猜到了没有 SJJ 石家庄 对 石家庄的意思 对 那就是SJJ6就是石家庄6阿姨的意思 是吧 对 我们是来自石家庄 河北省歌舞剧院培育中心合唱团的队员 欢迎 所以看这一登台啊 这个阿姨今天首先打扮的都很漂亮 而且看到了就是你们团体这个服装啊 都是定制的 金光闪闪 而且最重要你看 它们还有一些搭配 这个彩色的丝巾 据说是你们这个团队的一大特色 对吗 不仅仅是这个组合 彩色的丝巾 现在是中国阿姨的最标志的符号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SJJ6组合的沙巾 可不是那么用的 对不对 据说好像还会有一些特殊的造型和技法 能给我们讲讲吗 我们两个人用沙巾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这现在已经是中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是我们到了公园 在花丛之中做一个蝴蝶的造型 蝴蝶的形状 有创意 有创意 假如再去一个呢 去什么地儿 当去沙滩玩的时候 或者上海边玩的时候 好 印称着蓝天绿水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丝巾 怎么样 挥动起来 非常的飘逸 就是非常的尴尬 这倒是全国阿姨都是这个姿势 对 关键是让我想了80年的电影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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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追我呀 对对 它是有来源的对吧 对 那如果来到黄金100秒的舞台 阿姨这个丝巾应该怎么摆造型的 两位主持人做一个动作 对 我们还想我们有个心理的 来 主持人 快快快 阿姨都喜欢你 就很简单了 你这老公园的还有什么 知识 都有东西 咱们早晚都得带这个东西 来 很简单的动作 我们还要做一个 今天我们现在一个都跑不了 就假如我们现在在公园里面合影 对吧 对 这个 右脚往前点一下 然后呢我们带着这个 把丝巾呢 这个打开 拽一个脚 然后带着胳膊上 腰往后 大家 对 脚往前 对 来 1 2 3 我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这种造型毫无违和感 杨帆 你说一套做一套 杀金不好看吗 你还是我们一个团队吗 我本来想 想处罚你 阿姨们小唱一段 你扮个舞呢 可以啊 好啊 阿姨有在这儿的展示吗 对 我们唱一首春天的歌好吗 可以 来延番伴舞啊 你看 我的围巾已经提前就感知到了春天的来临 好 接下来请欣赏歌伴舞 春天来了 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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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花喝 爱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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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刚才这是你们谁带的孙子 谢谢 谢谢各位阿姨 其实啊 这个咱们石家庄六阿姨啊 都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据我了解 好像这个歌声啊 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对 谁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先来介绍一些吧 因为这个歌声呢 等于是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一说这个有点严重啊 其实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呢是11年的时候退休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的岁数还不到 但是呢 就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好 再加上工作的压力特别大 我呢就突然的身体崩溃了 就是精神崩溃了 就等于是严重的抑郁症 然后在这个状况下呢 我简直是就无法生活了 在家里头曾经好几次 做完饭以后呢 煤气没有关 然后最后一直到 我老伴下班回来的时候 一进门 哎呀怎么这么大的味儿 这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后来她说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说死了算了 真的没意思 这是属于抑郁症吗 抑郁症 抑郁症对 而且呢就为这个嘛 我老伴吓得 成什么样 哎呀天天上班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 哎呀你一定要关煤气 你一定要不要过去电门 她怕我去要走这条路 后来我一看这样的实在是不行了 我就赶紧上医院吧 通过医院的一年多的干预 我基本上算走出来了 但是呢我又不能沉醉在这个病痛里头 我呢就是想办法 我一定要走出去 后来那个通过朋友啊 通过我们这身边的姐妹们 鼓励我 我就学声乐了 通过学习 我真正体会到 我又终于上了一次大学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呢 我们没有机会上大学 重新上大学 然后 可以说重获新生 对啊 完全变了一个人去 对啊 其实我知道咱们舞台上六位阿姨 还有一位好像现在依然是在 和自己这个疾病在做斗争 其中有一位阿姨啊 之前是面部是有一些问题 是的 面谈 但是今天我看到好像这六位阿姨 你们的笑容都很灿烂 是您吗 对对对 完全看不出来啊 还是有点问题 啊 还是有点问题 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真的 整个的面部神经 就已经失控了 完了以后呢 挺严重的 也没法唱歌 吃饭也受影响 完了以后 大夫说这种病呢 也不好治 不过这经过半年的治疗吧 有了改善 这次呢 一说到北京来 到央视来 到这个黄金一百秒来 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我每天呢 就是张大嘴 那一百次 一千次 完了以后呢 练声 那个唱旋律 我也要来 现在呢 我来了 我觉得我的梦想实现了 其实我挺感慨的啊 你看尽管现在新闻都在说 中国有两亿多老人 对 中国即将迎来银色的 或者夕阳红的时代 对 但我自己很乐观 我说中国的老人 这个时代一定是多彩的 对 你看看阿姨的这丝巾 你看看他们的生活 绝对不像我们所想象的 好像阿老年人的生活 是不是暮气沉沉 灰色的 不是 绝对是多姿多彩 谢谢 跟你们在一起 我们也很快乐 要向你们学习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期待着你们能够登台 放回你们的心情好吗 好 来 请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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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爱你 爱你的美丽 加一波真心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默的眼神中 哎 爱你苟忌 而 爱你蛮默的天呐 嗯 我的心会想要你去不回来 海洋想想你那里就怕让开 怕人想到你那海水一样的开 美丽想要你去无运动 我的心会想要你去不回来 我的心会想要你去不回来 别害意哦 别害意哦 我的心会想要你去不回来 挑战成功 非常棒 以前都是在公园啊 或者旅游的景点啊 放飞青春 今天到风景100秒的舞台上来 感受你们的魅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票数好吧 来 阿姨 先回头 你们获得的支持票数是126票 祝贺 我们今天来送给你们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 接下来我将隆重推荐一位选手 他说他的智慧口才幽默感 毫不输给杨范 挺有理想的 掌声有请孙琪 怎么这步伐还有一点忧怨呢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很内敛 姑娘 我们也说上台表演节目吧 这个声音要大一点 好吧 好的 恢复正常 自信一点 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孙琪 我是一个美丽 温柔 善良 智慧完美的女孩子 我现在主要在说脱口秀 和在一个培训机构 做一个教口才表演的老师 教孩子的 你看 这种自信像不像杨范 你这本来的声音是什么样 我本来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是这样的吗 对呀 你来自哪里 我来自 你猜 来自 我是来自闪东的 这么听就亲切了 我平时在线下会说脱口秀 你们想不想听啊 想 那我就来一段好不好 好 采访一下这位观众 您是来自哪儿的 我是来自闪东的 你正经说话 我是来自正经田领的 台湾 东北啊 老弟 来自那儿腰子不 您是来自哪儿的呀 我来自四川 四川 不对呀 您不是来自新疆的吗 我来新疆了 我调查过你 我先在新疆 来自那儿腰子不 哥 新疆就是那个 沙利王 沙利王 是那个地方吗 没错 不对 那是印度的 你别瞎吵吵 我是来自三东的 然后我其实是出生在东北 后来因为父母离异 然后移民去了山东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牙是戴着那个牙套的 其实我在做矫正之前 我的牙齿特别难看 然后两个前面的门牙 特别突出 一张嘴里面 只能看到两个牙齿 然后就这么给你们形容吧 远处一看 我去 女版林永健 管妈妈 管妈妈 我都过了 像了 林永健 更可气的是我奶呀 她就是每次她都会把 那个矫正牙齿的广告 拿给我看 我就特别生气 而且还是那种鬼畜版的 你们听过鬼畜版的 矫正牙齿的广告吗 没有 都没有吗 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好不好 好 你还在 你还在当着 当着爆牙妹吗 你还在 你还在因为长着 斜拔子脸而苦恼吗 No 现在报名是虚 不是爸爸 更不是爸爸 心动心动 不如行动 行动 牙是矫正过来的 精神矫正出房子了 我当时我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 这就好像街不在聊天 但你平时好像还在 培训中心教小朋友 对 做一些口才和表演 能给我们还原一下你在教室里是什么样吗 行 可以 好吗 你会怎么样去逗小朋友开心或者教他们口才 因为我第一节课肯定是让他缓解紧张的 我会让他通过自我介绍的方式缓解紧张 比如说现在很紧张 怎么办 比如说你第一节课 杨帆小朋友 你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杨帆 今年三岁 这样不行 你要用特别夸张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那老师您给我示范一下 我把这个拖了吧 这玩意太累了 这玩意 老师这表演 肤有点大 你要这样子 大家好 我叫孙琪 我来自山东 孩子们谁学一下 大家好 我叫孙琪 等一下 你叫啥 我叫杨帆 我来自辽宁 然后我们还会通过模仿动物的叫声 然后让那个孩子放松紧张 老师您给示范一下 学生又有点困惑了 然后这些孩子们现在状态正常吗 因为如果你这样说完之后 他就会比较放松 跟你玩在一起 其实这种方法 也是让孩子开心 对 对 你看我们大人 做的时候觉得奇怪一点 或者在舞台上表演 有点奇怪 但是在幼儿园里面 在教室里面 小朋友玩 这是很正常的 在表演里面 有一个课程 就有点像叫解放天性 对吧 你的目标是什么 希望就是把脱口秀 带到更大的剧场 因为我真的 特别喜欢这个 我们在小剧场演的时候 平时可能观众 就一个两个人 就是突然间 就是有的时候 就导致演员 比观众还多 就一个两个 对 就是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 12个演员 给一个观众讲 你知道吗 最后那个观众 上来谢幕 所以我就特别想 把这个脱口秀 带给更多的人看 你待会儿100秒 带来什么内容 带来脱口秀和舞蹈 好 还要加上舞蹈 对 好 穿鞋吗 不穿行吗 可以 可以不穿 好 那鞋留着吗 就拿走 好 谁拿 谢谢你 我拿 我拿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时间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谢谢 啊 骨盆的 呼啦啦 呼啦啦 我就是你心中的人缘 泰山 我是隔壁的泰山 就是爱情的灯 听我说 你是美丽的天地 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 你怕我的姑娘 除了 English & tek name 之前的你不喜欢上本 不是因为我懒 而是因为我喜欢忍泰 自由 雷呢 比这个有机可能 but 不重要 but 不重要 因为生活老是高算 耶 难道是浓煞了 难道是假忧啊 著名的诗人唐哥尔 不是 泰哥尔曾经说过 谁擦风云我饮一座 满中央梦 黑沙风云我饮一座 光浩海 我哪看完都蒙穿了 哎呀妈呀 孙女人 这整个啥啊 希望对于孙琪来讲 这次登上我们的舞台 也是一种历练 我们把掌声送给孙琪好吧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 这个组合厉害 因为他们带着 刀枪剑军服又够插 来到了现在 让我们掌声有请 巨野兄弟组合 欢迎 真是带着兵器上来的啊 来 嘉宾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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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也好 大家好 来 请做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萌 来自山东巨大鱼镇 大画几村 我今年三十二岁 大家好 我叫赵云县 来自山东巨万峰镇 今年四十一岁 好 一位两位 应该都是习武之人 对吧 对 没想到习武之人 自我介绍这么平庸 没有那个梦 咕咕咕咕咕咕 穿成这样了 带着这样的家伙上来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你们的本领是 各自擅长的 这个是这个传统的杂技 叫水流星 水流星 对 我这个叫飞叉 飞叉 对 这个就是也算个 飞翼节目吧 好 咱们今天呢 只是个展示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节目 好 能表演一下吗 先热热身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有请两位 水流星 是 Q 杨历 这都是传统的记忆啊 听这个声音真的挺好听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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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想张一下 掌声鼓励 好 都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些表演的项目 对吧 对对对 首先这个飞叉就好像是在这个戏曲表演当中 会见到对吧 不 这个是就算是以前吧 在这个你像北京的天桥那边 哦 见到看着这一个 哦 这个是特别古老的这一招 哦 当然这个不好练 这个不好练 对 你的意思他那个好练 我们这个杂技吧 就是各有各的难度 哦 但是你表演这个时候 我还是稍稍放心一点 我觉得毕竟没有什么伤害 他的那个流星大家看的时候 都躲得远远的啊 就怕你失误 哦 其实这个很容易失手 很容易失手是吧 对对对 而且你刚才那个转的时候 因为我和嘉宾哥离得比较近啊 就感觉面前呼呼 这全是疯 感觉就像直升机 你要飞起来了一样啊 当然今天这个 其实这不是二位 要登台表演的项目 对对对 不要忘了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 叫做巨野兄弟组合 因为他们是来自 山东合泽的巨野县 据我了解这个 我们山东合泽的巨野县 有一个有着四百年历史的 古老项目 对 我们就是扛肝 扛肝 对 标准的称呼应该叫 白齿干头 白齿干头 对对吧 有道具吗 有 我们结合着道具说一下 可以表演 好吧 来请上竹竿 哇 就是这个白齿干头 对 你这个道具一点也没加工过 是吗 就是看下来就 最原生态的 原生态啊 一根整竹子 这竹子必须是毛竹 这个是 必须是毛竹对吧 对对对 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它怎么玩吗 那我先示范一下可以 示范一下行吧 不费你体力的话 不影响我竹竹竹竹 好吗 一根手指 好 我就让他可以上了 好 待会儿就人 他就上去了 对对对 你看他轻啊 这个表演下雨打雷天 别在户外表演 好 期待你们俩兄弟的精彩表演 大声来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好 请感谢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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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祝贺二队 我跟杨帆决定下半年 两个人搭档练练这个项目 杨帆在上面 感谢你们能够传承下 你们家乡的 这有这400年历史的民间技艺 白痴干头 没错 特别在我们这个充满科技感的舞台上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赞叹 而且看他们的表演 你会想到那句话 叫技高人胆大 胆大技更高 真是有这样的感觉 很振奋 非常默契 希望你们加油 我们来看一下票数 143票 今天我们的观众很热情 送上我们的敬意 冯纪元黄金项链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加油 出发 白痴干头 冯纪一棒 好的 有 怎么这么有底气了 因为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一位 厉害了 首先 他是一位杂家 什么叫杂家 就是什么都会 没错 什么都会 往往意味着什么都不惊 可是他恰恰不是这样 他的其中一个项目 打破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圣雪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有点江太空钓鱼院者上钩的感觉 没错 圣雪就是刚刚那个打破了世界钓鱼大赛的记录 大家好 我叫圣雪 我来自安徽淮南 是一名魔术师 魔术师 对 魔术师是圣雪的一个 现在职业上的身份 对 咱先不说吉尼斯记录的事 今天在这个肯定上来有个小互动 对 我想在挑战吉尼斯之前呢 想给大家表演一个我们中国的传统魔术 现场钓大活鱼送给大家 那这个鱼呢 在我们中华的古代也象征着大吉大利 没错 幸运的意思 为自己下面的挑战带来一些好的运气 好 然后我想请杨帆老师今天来表演这个魔术 我来指挥不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随便到哪都能钓吗 对 对 现场钓 然后你两只手 两只手 我把江明哥钓进来 他必须都是被钓 好 马不大好 对 眼睛往前看 今天你相动台下哪条鱼 咱就钓哪条 有问题没 没问题 筹准了 准备 一 二 三 走 鱼呢 鱼去哪里了 你看上了这条鱼 这条鱼没有看上你 不过自然我认为你是很帅的 可能是这条鱼 那条鱼是弓的 来头抹鱼 那我们试一下这边的鱼群好吧 来 准备啊 头转一 二 三 走 鱼呢 这边没胃窝 来 这条鱼 好 我们试一下这样子 接下来呢 我告诉你一个钓鱼的秘诀 那有三大要素 第一呢要顺手敏捷 第二要有耐心 第三呢就要看运气了 不知道你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我们试一下这边好吗 来 准备 一 二 三 走嘞 上桌子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上来 然后帮我们把鱼放下去 对对对 赶快拿个桶 拿个桶 但是咱言归正传 你说这个魔术师变魔术厉害 这是没什么意外的 但是你说哪一个项目 打破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呢 好 就是在2018年3月27号 我刷新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保持的项目是一分钟内接住 并旋转245个呼拉圈 这样不然我们通过一个小互动 让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请我的助理拿上来 那我请两位主持人呢 然后来配合我一下 每人少拿一点 然后这个拿下去 你从这边拿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总数大概是260个 260个 也就是今天你要挑战得下 对 今天我要挑战一下 我自己的记录 然后占260个 他认一把你认一把好吗 好 来 预备开始 我自己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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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得很开心是吧 太好玩了 人家累你知道吗 到哪儿对讲呢 盛雪 年纪是秘密吗 不是秘密 今年 今年28岁 28岁 做这个魔术师这个行业 多少年了 做魔术师的话有10年了 10年了 受谁的影响了 其实我从小呢 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 因为陪伴我的童年 可能就是每天放学以后 就是在放牛放羊中度过 后来呢上学之后呢 就有一个舞蹈学校 过来我们学校招生 然后就看上我了 所以你最开始是学舞蹈 对 就是让我去学习舞蹈 也在电视台当舞蹈班底 然后呢就每天给明星伴舞啊 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呀 或者是都已经不干这一行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有危机感了 有一个想到转型 对吧 对 因为觉得可能是 舞蹈是吃青春饭的嘛 然后就觉得 我的舞蹈生涯 这么就会变得很短 然后正赶上我妹妹呢 也要就是上初中上大学 就是她要念书 要花很多钱 我父母呢 当时为了供我的时候 也花了很多钱 然后还没有还清这个钱 然后呢我妹妹又要读书 我父母也没有能力去供养 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一点 压力特别大 然后我就想去学习多一些艺术 就是去拜师学艺 去学了魔术和杂技 就是想让自己的艺术生涯 变得更长一些 然后我现在供养我妹妹上大学 然后现在已经读到 研究生二年级了 很有上进心 很独立 很自强 非常棒 谢谢 其实这也是光鲜背后的 辛酸的故事啊 同时也是很多人 这个成功背后的故事 做个好姐姐 做个好榜样 希望你加油 好 谢谢大家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世金子总会发光 来 请转转转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赞义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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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纯度极限 本节目奖品是由孟静元独家提供 欢迎您继续收看黄金100秒 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位选手 他有一大特点 布专一 本来有条件学美术 后来他学了艺术 艺术学完之后 他开始从事武术 他有没有术 掌声有请 廖紫园 欢迎紫园 大家好 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廖紫园 今年28岁 我刚才这么介绍 没有篡改你的简历吧 不算 从小可以学美术对不对 因为我爸爸是美术工作者 他一心想我学美术 但是我是很热爱歌唱的 最后学艺术了 最后就学了美声 美声 武术又怎么回事呢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就瘦得来 脖子都撑不起我头的那种 就是那种 后来我妈妈就把我带去学了武术 然后后来大学期间 就特意跑去温县城加沟 太极拳的发源地 学习了正宗的城市太极拳 而且他这个城市太极 可不是花拳袖腿 接下来 廖子元首先给大家带来的 是太极礼的千金坠 听说过吗 我听说过千金顶 千金坠 就是我通过调整我的身法 然后让你们推不动我 推不动 对 第一步 一个主持人推 推不动 第二步 两个主持人推 推不动 第三步 加上我们五位非洲兄弟一起推 也推不动 是不是有点太瞧不起我们了 你多少斤 我140斤 我今天偏偏一个人就要把他推动 好不好 紫园有没有吹牛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杨帆 你刚才吹了牛了 一个人就能推动 这是事关你的声誉 不激 你看 还有硬招吧 你别走神 紫园 他的硬招的多 再给你点机会 他再给他做按摩 真的不行吗 我今天偏偏一个人就要把他推动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请坐 你把我给推跑 我以为成功了呢 他这边不动 你这边挤这儿 我给你挤出去了 哈哈 来 我们五位非洲的小伙 听我说 我们两个没推动 不要紧 你们要推不动就很丢人 你什么国际 不不不不 稍等 你看看这位大哥 真哥吧 哇 真的假的 等一下 不着急啊 三 二 一 走 哇 掌声鼓励 哇 一朝一世啊 都能够看出功夫的 谢谢大家 功底啊 你也可以休息休息啊紫园 谢谢 今天我们把爸爸也请来了 对 我们掌声有请廖紫园的父亲登台 有请 画家 这是你爹吗 对对 这看着跟你哥似的 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带了一副 我花了八年的时间 画了一张画 八年时间 对 从11年开始画 画的是民国时候一批作品 叫民国试诚图 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马上要开始展览 我带了一张图片 请大家 看一看 这张只是缩影版 高度是四米 长是三十米 就是一百二十平米的一个剧组 来 我们能展开看一下吗 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缩影啊 对 这个是个图片 哇 我们这舞台还 我在中间稍微戴一下 这是油画啊 这个展示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人文服饰 还有就是城市建筑 然后还有那个交通工具的变迁 就是这个这段历史啊 就是反映是民国时候 它有一段人间贫乏事 再过一千年 人家在看这个图的时候 就由我们今天看清明上河图的感觉了啊 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了 然后就这张画呢 已经给它启示了一个 叫它住什么诗里 一定要沉下心来 所以我正当四个字 宁静致远 宁静致远 对对对 我明白了 对 就是因为您可以沉下来八年画一幅画 对 实际上是希望儿子懂得这个道理 道理 做任何事情 对 都要沉下来坚持 坚持 对对对 老爸当年是希望他学美术的 对吧 对对对 后来等于他没有遵从您的这个想法 现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他还是觉得还是走到艺术这条路 他选择了去唱歌嘛 然后就是学美声 然后呢又和体乐 那个武术又联系在一起 美术家的孩子希望学美术美学成 我给大家介绍杨帆 杨帆的父亲是音乐家 杨帆从小是学小号 所以他父亲其实是希望他走音乐这条路 结果他当主持 我父亲是搞电子的 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对 他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没错 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小孩 家长一兵一定不要想到 一定要修什么东西 首先是兴趣 有了兴趣 他会伴随他一生的 今天跟老爸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 好不好 好 是金子总会发光 来 是金子总会发光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我不知道为何人这样事起 明知辉煌过后是亨诞 人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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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的爱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春天 挑战成功 很棒 杨文不管是演唱还是太子一样 他现在谈过一种气势 非常棒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票数好不好 好 来 请看大屏幕 130票 不错的成绩 加油 紫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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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在收看黄金100秒的同时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综艺春晚的手机客户端 更多精彩综艺资讯 想先看 再次感谢八组选手 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谢谢电视机前的黄金观众 再次说出我们的口号 黄金大舞台有料你就来 是金的 走会旁华 金光山山亮 梦香山亮 帆哥 我老婆的偶像也是我的偶像 是 你老婆帅到什么程度 刘德华 金城武 都不在他话下 非常帅 我这买的歌 我本身就不自信 我再这么胖 我怎么活呀我 我们那人 有时候还说 你不吃醋呀 他那个出去跳 都跟那小连接的一块跳 我说我吃什么醋 我还吃酱油呢 我说不吃醋 酥啊 你想想 这个负重是88斤的 这么小个的也是摩托车